為了水雞飛狗跳 這次做好準備立下新版SOP 未來只要原水濁度超過6000 減量取水 濁度破1萬2停止公水 緊急開放21個取水站 供民眾取水 包括228公園 松德公園 獄泉公園 南港公園 青年公園在內 提供高級水 各區民眾取用乾淨的水 緊急取水不可能供應家庭所需 賣場已經出現強水潮 礦泉水貨架已經空空如夜 賣場人員則忙著搬水補貨 準備三倍的貨量 沒有停水可是水還蠻髒的 上次家裡停幾塊的水 兩三天 所以都買兩三瓶 房台作戰不只買水 在家裡也是拿出七八個水桶 只要能裝水的容器 通通拿出來除水 搶水大作戰又要再度開大 記者介關紅群青 台北報導